小赛罗你也太笨了 就算给你训练的机会 你也打不赢我 废话真多 可恶的怪兽 贝利亚叔叔 真是不好意思 这次我又被你给救了 这有什么 救你是我正义贝利亚应该做的 刚好我也又是拜托你 什么事 你说个条件 我要你当我的诱饵 贝利亚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不会当你诱饵的 你误会我了 这不是过节了吗 我想回怪兽王国一下 但是那些怪兽都开始嫌弃我了 因为我加入了光之谷 变成了正义的奥特曼 所以需要用到你 那也不行 我怎么样都不会配合你的 这也太危险了 不行不行 三个 三个奥特勋章 我送你 那我先解释一下 我可不是因为奥特勋章才答应的你 我只是觉得你很善良 我们关系又好 对对对你说的是 但我有几个要求事先说一下 首先你不准当别人面打我 第二 以后你跟我训练时要让着我 打怪兽都给我打 第三 这件事不能跟别人讲 万一给小迪加他们知道了 他们要笑死我的 没问题 你说的我都可以答应 现在我们出发吧 那等一下 我先换个装 我的天哪 贝利亚叔叔 你什么时候这么帅了 好不容易回一趟怪兽王国 这次肯定要梳妆打扮嘛 贝利亚叔叔 这样真的可以骗到他们吗 小赛罗你别出声 免得被他们发现了 你们看这不是贝利亚吗 怎么还抓到了一只小奥特曼 看来我们的老大没变呀 依然是我们最帅最厉害的怪兽大王 大家集合了 快过来 我要给大家发福利 以后每个星期 我都会送奥特曼过来 并且让他们听话 厉害呀老大 你真是厉害 然后还会让赛罗他们给我们打工 给我们建造房屋 好呀好呀 这也太好 贝利亚 你是不是吹牛吹得太过分了 我感觉牛都在天上飞了 小赛罗你别打断我 让我多威风一下 最后今天 我们就把小赛罗炖了吃掉 好呀好呀 这也太好 算了可恶的贝利亚 居然要吃掉我 我要跑了 什么 小赛罗别跑呀 我是骗他们的 什么 那可恶的贝利亚 居然是骗我们的 兄弟们 给我打死他